主料 高筋面粉260克 迪金面粉115克 酵母5克 糖35克 盐4克 牛奶150毫升 蛋盐65毫升 蜂蜜55克 花生油25毫升 辅量 油 盐 准备时间10-20分钟 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 称量好所有原料 按照鲜液体后干粉的顺序放进面包桶 酵母放在面粉上面 启动快速揉煎20分钟后 指出面团 手揉煎25克花生油 花生油不必揉 感觉放进面包桶温柔 不会煎出来就行了 再快速揉面20分钟 面团揉好后 指出面团 揉匀装盆里 盖板鲜膜进行基础发酵 我家是地热 直接放地上发酵 没有面包机的放酵程序 可以省电汗 发酵两倍大 手指说下去 动口不反弹不塌陷即可 指出面团 均匀分成三份 入圆中是20分钟 香橙土四样卷成卷 放面包桶进行最后发酵 发酵至两倍大 表面刷呆液 启动烘烤程序35分钟 时间到了 新鲜面包可以享用了 烹饪技巧 这款面包粉料稍大 加液体油时 我怕用面包机油会煎到外面 所以瘦肉加花生油了 加酵母时不要让酵母与盐直接接触 我是最后把酵母放在面粉上面了 也是加在液体材料里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